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笠卡非洲 好几个月没有捕鱼了 粉丝们天天在吹 今天我们把捕鱼它吹虎高庞大一点啊 小牛 还有它的那个司机档一起 等一下 去之前我们那个 旁坑那个地方去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现在收获专门过来 我们准备出发 不过那个手泡没有了 我们还有去买个新的啊 这是寄种的小仓库 还有好几个新的鱼网啊 这是在这里买的 第二个第三个了 这国家之前的鱼网 被那个老鼠啃烂了 没怎么好 保护好放好 这边 很累 你要注意 要挂起来洗干净 不然是不是容易被老鼠咬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好久没在 水鬼家附近 在铁路周边拍视频了 前面你看 之前那么大一片房子全部推倒了 应该也是要重建了吧 水鬼家的小女儿 她的几个小孩子 是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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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她 快一岁了 没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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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差不多半岁的样子了 七个月 看起来很有精神的 哈喽 她的小孩子还 养了两条狗 今天就不去摩托车了 我们跟着小刘一起 去里面 我们计划去里面的那个 之前搞砖的那些地方啊 这小孩子 很多人都在读书了 现在 在这里的就是没有读书的 我们是来到之前做砖的那个地方 这段时间是旱季 我看很多坑里面的水都少很多了 刚好还看见这里有一个 抽水的 之前不是介绍过的吗 像这种水坑的话 过一段时间他们自己也会抽水 你看 这个抽水季还在这里 还没抽完 这下面的 玉米应该是沾都会好一点 就是做成这种砖的 这里应该是收获了有不少鱼的 你看 下面的罗飞大把的 就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连鱼啊 飞鱼 上次我们爬了一个坑 爬了几十条连鱼的 我们等一下去前面看一下 这个坑的话 应该几个小时都抽完了 这点水 我们要找个大坑 抽我们 这小牛家在非洲啊 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 他也在拍视频 没关注的回去关注一下啊 走 前面 你看 这是他们在水坑里面 可能一人分的几条 only two 啊 only two you get two 只有两条啊 应该是每人分了一点 你看 这边的话水塘就有大片水鱼的啊 罗飞比较多 飞鱼连鱼都有的 我们先撒几网啊 然后放点网 看放在哪个位置 这边的话感觉上 这边的话感觉上 砖比钱要多很多了 这个小牛说是翻十牛 翻十牛 就是这个树上的啊 拿着就得吃了啊 过的 啊 我也没来的话 这个家已经开始下网了 不是 这个家还是撒得好 是撒得好一点点 但是还是 改进空的很大的啊 这里面鱼也不少的 等一下我们看 这里啊 we put a little hair 那那边还有大的 估计那里面大鱼也有的 第一网还是有几条 看一下这个过头的 罗飞 慢慢撒吧 前两天我的手不是有问题吗 还没完全好玩 还不能怎么沾水的啊 不过差不多了啊 反正粉丝们评论也在说 这个也不能拖 基本上 这两天都去换药 还行 这个地方 其实鱼还是比较多的 以往反正都有这么 看一下吧 十两条几大条有的 但是过头 都不算太大 甚至量多吧 我们今天希望 种几条连鱼 种一两条大罗飞就可以了 主要还是把网下好 明天早上我们来收 收鲰鱼飞鱼 当 又踹 当的话跟着小牛 也学会了撒网的啊 叫当的话也来撒这网看一下 看一下吧 都是这种过头的 比河边的河边的河边稍微要大一点点 我们来看荡洒一下啊 看一下现在它技术怎么样 啊也还凑合着呢 诶 外头外头 等它沉下去 外头这么更荡 它撒下去就想拉上来了啊 估计还是有点鱼 还是撒开了 看一下吧 多多少少都有这么好几条罗飞的 今天晚上反正 它们是有鱼吃啊 我们计划跟小牛一起去吃点大餐 好久没吃火锅去尝尝火锅的味道 不要小看这种小坑啊 这种应该是很久没有清理过的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大一点的啊 等下我们去那边 这小孩子也过来围观了 等下送他们一点啊 反正随随便搞过几斤十来斤是没问题的 看吧 小坑不过就是鱼小 一往下去一二十条还是有的啊 有一两条大一点的 都拿着吧 这种的话应该有一两了吧 其实整体过头有这么大的还合适 不过你看一下 像这么大的还是相对少一点 干巴巴的挣了好几斤了 我们再撒一会儿 就看怎么去下鱼网了 这一片居然没水了 之前还有很多水域的 不过全都你看 长满这个草了 上次大家还记得不 网到几条那种一两斤的螺费哦 现在全部被草覆盖了 没办法去弄了 这个水坑还占 上次就是在这里抓的一条一阴多重的大螺费 那也没撒好 撒好了还行 再撒一会儿试一下 看一下前面那些建筑 应该说是一个小别墅群啊 都是自带院子那种房子修得很好的 其实当地这边也很正常 所以说很多周末都是回到这些乡下 享受当地的生活啊 你看这个路的话虽然是小路 来来往往的车量也不少的 我们给这两个小孩子 坐一点鱼穿起来 老式的方法 看小鱼给他们拿个袋子装一下 我们去前面刚刚那里 之前的那个地方 再去撒一网 就不下网了 这边 做这种砖的还是比较多的 应该算是当地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产业 这一片的水域也比较多啊 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再玩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鱼 准备回去了 这一网就一条 不过算是最大的一条了 看一下啊 上次也是在这个坑里面 往了好几条大的 我们在这里多杀几网吧 这里面鱼少 但是过头大 拿起来看一下 这一条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三四两啊 算是稍微大一点点的了 这个呢 在这里再杀几网 多杀两条这种的 还凑合着 这里面 过头就比较大一点 又搞了两条 就是没杀好 杀好了 估计能多搞一条这种大的 二三两三四两的啊 这个和那个坑里的 这个和那个之前洒的那一条 基本上大小一样 这个坑里长的均匀都很 没小鱼都这么大的 同一批吃刀 好 睡不着 还在这里洒进去了 是 嗯 当然他也知道 这个傻网要飞妖的 哈哈 傻网要动一两天 两三天才好得了 我们这里傻几网 准备回家收工了吧 现在六点了 太阳也快慢慢要下山了 收获不算太多啊 不过也几近还是有的啊 我拿一点回去 边上有朋友要吃点螺非 其他的就给他们了 下次我们就放网 放到我们后面去的那个 庄窑那里 这小孩子 又一上来了 嗯 我们过来又吃火锅了啊 阿里郎的自助火锅 周五晒车 现在已经天黑了 看一下啊 不过这里 在这里吃火锅的还有好几波客人 这边也有 差不多收工了 今天没有下网 如果说去河那边 估计那个连鱼费有会多一点 可能后面有时间了 我们再继续下网去了啊 过多时间还可以去盘根 今天的话 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了啊 开吃火锅 喜欢的点击关注 拜拜